好那我现在开始上课了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叫关小玉 然后呢是这个汉译珠宝这个部门的老师 然后呢我是这个从预科到本科的研究生 然后已经在圣马丁这个学习了五年了 至今是这个研一的这个研究生在读 然后之前可能大家听过我上一个的那个讲座 原生圣马丁在上上周 然后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他的一个后续 就是关于商业手势设计的这么一节lecture 然后呢这个整个这个课程的课题呢 那我们叫做这个重构比试链 所谓重构比试链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颠覆并且重构一下 这个对商业手势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 一个固有概念的一个认知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课程呢是分了两天 所以今天呢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种传统市场因素会要怎么做一个调研 然后以及你作为一个商业品牌的话 市场方面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制作流程 还有步骤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会这个讲一些关于设计方面这类的 然后还有提到一些案例分析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商业手势是如何来申请这个国外的一个院校 以及后续我会给大家留这么一个作业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对这个作业进行制作一个小小课题 然后你们其实到整个两天结束以后 这个作业课题的话可能进行进一步发展 然后到时候你们申请作品机也是可以应用的 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讲课咯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概的我要讲些什么 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介绍这个商业手势的固有定义 和这个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定义商业手势 因为很多同学对这个传统啊商业手势就觉得很无聊很无趣 然后而且就一直讲知道说跟艺术手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和关系 到底应该怎样去来定位这个商业手势 然后第二部分呢你们可以看出来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板块 今天在今天这里是这个你看从一到九位 大家按顺序来分析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步骤 从主题定位啊到这个一些品牌啊价格啊 然后到最后一个模拟宣传片的拍摄 我们要怎么去制作一个过程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打一时间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提问 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商业手势的固有定义和究竟该如何去定义我们的商业手势 可能就是我有写就是大家对传统这种商业手势 其实是对于有一种那种挺鄙视的概念 对不对 就这种你没看到就是Hello Kitty啊 这种大金镯子啊是吧 这种项链啊什么这种的就是 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购买欲望 而且就是我也写出来说 大众对于这个商业手势的这种既定观念呢 就属于它是在一味的去追求这种当前的市场的利益 或者说是为了引领这个流行趋势而做的设计 它除了要去满足这个市场啊 还有客户啊这种要求以外呢 你一点都感受不到这种设计师啊 资深这种灵感的表达啊 或者是一个概念的传递啊 让人完全感不到这个当前的市场 而且就是让人觉得说 就算是有那么一个主题 然后也是感受不到丝毫的 丝毫的这种设计风格在里面 就可能就是只是用一个这种新型啊 或者方型啊 这种那种几何体的组合在一起 然后就结束了 就这种的 所以呢大众就觉得说 商业首饰是不是就是为了 就是那种很经济实惠 然后送礼呢也很划算 是吧 这种那个不踩雷样式呢 就是很单一 然后也比较实用 也比较符合这种 众多的这种消费者的一个审美需求 或者甚至来说 它只是我们买贵金属的一个保值渠道 并无任何的这种就是 对这种品牌的这种款式设计啊 欣赏眼光在内 真的就是只是单一的为了去迎合市场而做的现状 你们可以看到就这种 无论什么玉石啊 然后那种贵金属啊 就做的很土气 土里土气的这么一种感觉啊 然后而且当前市场也会认为 就是说你只有赢得了市场认可 然后设计才是成功的 可是市场的认可是没错 可是并无任何设计可言 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设计风在里面 对不对 而且除此之外 有一个现在市场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抄袭 这是非常 我认为是现在这种商业手势市场 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啊 这个广州 这个是我当时在这个网上 我在那个百度啊 和Google上一搜 然后它就自动淡出来了这么一个 什么蛇作品抄袭啊 然后那个起诉获赔15万的什么什么这种 然后诸如此类的 还有很多很多这种抄袭的这种 这种文章啊 出现在网上 就让人感觉说 现在这种干月沉沦的这种租宝企业特别多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中国很多这种品牌啊 都是这个抄袭起家 在设计上就属于连抄代改 就是特别 就为了去节省这种创新那种成本 然后去求得这个最大最快的一个回收的利润 所以长期下来 你就会感觉这些品牌是很难去形成一个自己的文化和特性 而且也就觉得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品牌 对于这种抄袭的现象 而且你就会发现就很多这种设计师不以为耻 反以为耗 比如说 这一张淘宝上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是吧 这种淘宝上有很多这种小店 但是右边的这一个呢 这两对手环是他这个品牌的当时一个原创的一个正版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品牌叫Les Nerides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首饰品牌 非常小心心 我之后我今天也会拿它做一个案例 大家等一下会对它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但是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 它原创的这一个设计 然后你再去看淘宝上的这一个设计 然后你再看这边它写什么特殊渠道拿货 什么店铺基本原厂原单 我真的就是我看到以后就真的是我打的这个字 我就呵呵不说话 你这什么原厂原单 我怎么不知道那个这个品牌在国内什么时候还有这种原厂原单了 而且这种价格上的对比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本身材质是差很大的 它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 或者就是说用了去剽窃这么一个 甚至是直接去扒来这个原型就直接来用了 这是一个只能说是它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 它很缺乏 中国现在很缺乏一个这种创新的土壤和意识的一个形态 就而且甚至它会去很多企业会维护这种抄袭的行为 这种其实这种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抑制严重的去抑制这种原创设计的发展 因为你没有去支持这种原创设计 反倒是这种剽窃的这种抄袭的这种价格 因为它价格低廉 所以大家就会去买它的 这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而且你会发现国内很多这种所谓的这种手势设计师 他都没有进行过这种开放性的这种发散思维训练 他就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比较大牌的 或者说甚至说你真的在经过一些大牌的品牌的一些磨练 课题这种国际性的一个设计师 而且你会发现说中国的这个企业在这个根源上 它是不鼓励这个创新的 然后也是不主张这个个性的 没有一个什么清醒的认知和坚持 然后甚至你会觉得这种美工啊 这种修图人员呢 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没有办法称之为设计师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市场上的元素就会硬扒 就说啊我们这是也是设计师 然后原厂其实它就抄的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现代商业手势 让我来看我是觉得是最可怕的一个 一个现象吧 也是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大家看完了这个传统商业人就会觉得说 那传统艺术手势是什么样子呢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艺术手势我这里给大家是一个网上一个 大概它的一个维基百科的一个定义 然后这三点我标红的这三点 其实是艺术手势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那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一种这种非常多的这种艺术性或感染力 或者这种情绪上的这种表现形式 那还有呢 就是对于材料方面 它是这个提倡对材料的这个多样性的一个去使用 而且是尤其是针对这种非贵金属的领域 而且都是大力支持的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这种经济原则 它是不是特别考虑的 是完全是注重一个设计师观念的这么一个表达的 可能这种大艺术手势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了解吧 因为大家都在做作品集 对不对 然后自己也是想要多做一些概念方面的手势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呢 就举了几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些材料的 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位 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师 他算是一个混血 皮特长 他是父亲是中国人 然后母亲是英国人 在一个算是UK-based的一个手势设计师 然后他呢 就是你们看得出来颜色制作的这个食品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然后他的这个灵感来源呢 都是起源于他小时候对于这个海洋生物形态的一个改变 然后你看他的材料就会用到一些比如说树纸啊 木头啊 因为它是木头或者是海绵泡沫这么一个基底 然后上面比如说这种玻璃丝的一个应用很鲜艳很漂亮 然后材料是很多元素的 然后再到右边这一个Nora Falk 我们可能都知道 觉得学纺织啊 或什么这种接触尼龙材料 都知道一个日本的设计师 他也是就是脸色也是很丰富 然后但是他对尼龙的这种应用和编制 也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然后也是你看他的这个就是形式上比较大件 其实不定义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项链 但其实他更多于像一个警示 一个肩部的一个视频 然后还有一位这一个是 Flicky Wonderlist 他是这个荷兰的一个女设计师 算是一个国宝级的设计师了 然后他呢 用用的话就是 您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加入了很多这种textile的这种元素 然后还有跟这个金属的结合 然后他本身基底的这些小动物呢 就是他在旅行的时候 各处各地逃来的这种就是小玩偶小玩具 然后他进行用这种纺织啊 或者是用这种 呃 以为或者刺绣啊 勾织啊 这种技法 然后去给他们营造一个这种故事性的连接 很可爱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每一件东西 可能会是小冲针 或者甚至是一个摆件 让人无法佩戴的 但是他每一个东西看起来都会让人觉得 哎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故事 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 手势的一个作品设计设计师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我们大师啊 奥托昆斯 这种 他们是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佩戴方式 还有这个大小style的这么一个 其实就很不限量 就是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么一个数量 或者甚至说你怎么样一个佩戴方式 一个大小 其实在艺术手织中都是不介意的 只要你可以把你个人的这一种情感元素 各一种这种理念化表达正确 其实就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这种 呃 现代商业的 现代传统的商业手势的一个市场 大家了解了 那又又了解了 因为自己本身又在做一个艺术手势设计 所以就会这种让人觉得说 很畏惧去选择 去用这个商业手势 或者甚至说 把商业手势加入到自己作品集当中 去做一个项目 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会说 啊 那我特别怕我这个面试的时候 会遭到鄙视 甚至有学生跟我讲 就是说 我觉得商业设施特别的low 然后我觉得说国外手势设计 就不会去有这么一个商业设计 你看那些国外大师啊 做都特别概念化什么 其实我想说不是的啊 因为大家听我商举课给大家讲的 这个元首尚玛丁 对尚玛丁的一个介绍 而且还有欧洲这些院校 也会也大概是了解说 以尚玛丁为主 这个还有欧洲院校 它都是一直是支持 而且非常不排斥 你去做这么一个商业手势啊 然后你们所谓的这种国外院校的商业手势 都非常的理论化 我想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下线为例 它是会真的有这种尝试实践型的课题 比如我们说达二大三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跟不同的公司啊 做这种破产进行合作的课题 或甚至说这种毕业展的时候 你会自我选择去做商业类的手势了 这都是支持的 而且也会有这种公司来去资助你 去这个比如说你用一些贵金属啊 这种金啊银啊 这方面他们是进行一个提供的 而且他们会有一些是会跟你签约的 然后到研究生 到研究生的时候呢 更会有一个我们专门的这个课题 我标红了 我们就叫就叫它这个品牌课题 就是brand project 它这是一个 全面接触实践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课题 大概这个课题呢 是为期一整个一整个turn 然后从头到尾去了解一下 我到底这么一个商业手势是要怎么运营 我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 也是我今天将会给大家讲的后续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存在这么一个实践性的 而非理论性的这么一个课程的 所以大家真的以后不要特别担心说啊 我以后不能去做这个怀疑自己或 怕这个面试啊 如果我一旦做了这种作品集进去 或老师会遭到鄙视啊 或怎么样 我使不到offer那是不太可能的 他反倒是会非常支持你 他看到会很高兴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下这种 其实你看它这个毕业作品里面是含有的 这种比如说这些 这个是本科的一个毕业作品 同期的一个学生Alina 她做的一个一对耳环 就你们看来说就是很商业化 大家就是在考虑人群市场调查 然后现在也会是属于高定的一个范围 大家也会都去购买 然后再加上这一些 都是这么一个商业手势的类型 但是你们看它这个商业手势类型 它其实你有感觉有明确的界限吗 它跟这种传统市场化 是有个很大的区别的 对不对 它其实说实话 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是注重功能 一个更注重形式 就商业手势呢 首先是要注重不同市场的 市场和这个消费 消费者的需求 更注重这个佩戴性和价值 它的设计呢 是有的 但是呢 是要为功能是服务的 对吧 而设计手势呢 就是更注重一个形式感 可能就更看重设计设计者 自身理念呢 或设计的一个表达方式 从而去弱化了一个手势的 一个功能的 这一个配 一个佩戴性的这个功能 而且就是除此之外 可能它没有一个 更多一个概念上的 这么一个区别 只是可能说 商业手势更多考虑的是 嗯 我们要佩戴性要强一点 要给大家有这么一个 我日常或者一些特殊场合 可以佩戴的这么一个嗯 这个一个可能性 而且商业手势呢 不是只可以用贵金属的啊 而且也是可以用其他材料的 它不能说算作一个贵金属材料的堆积 像我们当前市场用什么什么金镯子 金箱料 这不是的 它应该是通过贵金属或甚至其他材料 通过材材料去展示设计的一种方法 然后结合市场来调研进行的这么一个设计 才叫我们当今的这种商业手势 所以呢 但是商业手势呢 这个分类也是有的 我这里能给大家分了 可以看出我们就叫它三类吧 但其实它远比这三类要多的多的多 但是这里呢 是给大家一个感觉上这种 从高到低的这么一个分类 不是指价位啊 因为不代表说这个fashion jewelry 就会很便宜或怎么样 但是就会让我们大家这种感觉 所以首先呢 我们想要给大家看一下这种 fine jewelry和luxury jewelry 所谓fine jewelry呢 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这种奢侈品类的 那么会可能比如说 像我们这个 现在北京有展是吧 这个凡克亚宝的这个 精灵系列的这么一个胸针 再到这个chanel的耳环 再到守妹 它这个传统的做这个 王冠Tiara的这么一个系列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金光闪闪是不是 就是很fine jewelry 但它不光是这个 价格很昂贵 用了很多贵金属材料 而且到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上 也会非常的耗时 然后所以它会把这种东西 定为一个传统的 这么一个技法类的 所以我们叫它fine jewelry 甚至叫它luxury jewelry 那剩下的这种 costume jewelry呢 算是什么一个分类呢 它是广义上来讲 其实costume jewelry 和我们即将看到 这个fashion jewelry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明确的区分 只能说costume jewelry呢 更简单一点 更适合日常佩戴一点 更大众化一点 可能我们叫它 更多叫它costume jewelry 然后我给大家列举了 这个三个品牌 就是比较常见的 可能这一个 stress studio的一个 jewelry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很简洁 然后对于金属上呢 可能来说 有一些可能是镀金 然后镀银 没有像 不会达到说像fine jewelry 那么的昂贵 可能买不起啊 或怎么样的 而且甚至不会说 形式上那么 就不适合日常佩戴 对吧 可能我们管这一类 叫做costume jewelry 那fashion jewelry fashion jewelry 其实我们直面意思 就是所谓的这种 跟时尚元素结合的 比较强的 那其实它的元素材料呢 也应用的比较多 可能是会有一些 像这种亚克力啊 或者这种铁丝啊 或什么之类的 或者这种 就是涂料啊 发廊涂料啊 这种或甚至到皮革 这些应用都会包含在里面 它的作为fine jewelry的话 它这个材料应用 是所谓的最广泛的 但我也说了 不代表它的价钱是便宜的 因为比如说 这一个耳环 我们都看得出来 是Marnie当时的一款耳环 所以它更多的是 对于服装的一个搭配 和一个走秀 或者甚至说是一个 更针对一些年轻人群 或者是设计师群体 或者甚至是一些 跟这种服装啊 或配饰啊 或这种走秀啊 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定位 我们管它叫做这个 fashion jewelry 嗯 那无论说这个fashion jewelry 或者fine jewelry啊 或者costume jewelry 它都算做一个商业首饰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它呢 这边给大家列出了几点 它无论是哪一个 都需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我们从最后一个说起 因为这里我给它标红了 也就是说我刚才 一直坚持的这一个 让大家注意的这一点 原创 对 无论你是哪一个 你想把自己的首饰品牌 定位到哪一个类型里面 你都要是一个原创 绝对不能抄袭 也不能剽窃这个 这个其他人的这个设计 然后那剩下这些呢 我们首先来看市场需求 什么叫市场需求 我说这个商业首饰呢 是有一个 呃 我们不得不去考虑的一个因素 就是它是一件商品 那它既然是商品的话 我们就必须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 我们要去做它一个很大量的这种市场调研 然后去考虑我们一个这个市场定位 我们到底要去定位到哪些人群 甚至是地点 然后呢 关于艺术性呢 所谓的艺术性 其实就是跟艺术首饰的这么一个没有太大区分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艺术性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是这个概念上的与艺术首饰进行组建的融合 它这个上次首饰也会有自己的concept 只不过形式上的更多元素一点 嗯 它是一定是也是经过一个设计的一个流程步骤的 哦 不能说只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样式一个堆积那是不行的 然后工艺性 工艺性就会涉及到说这个设计首饰必须与现实的这个生产条件相适应 很有针对性 包括拥有这个设计的相关物质材料 哦 它是符合现有的一个生产工艺的流程和技术条件 或者有利有利于这个制作啊 有利于抛光啊 或者镶嵌啊 这种工艺性材料也是更要丰富化起来的 嗯 然后呢 适用性又是什么呢 除了这种保留佩戴的特性以外呢 它还要满足这种功能 消费对象 消费场合 以及大众这种审美情绪 然后这种全部都是适用性的一个体现 而且呢 要求这个手势设计能够充分融合当时这个人们的 你所定位这个人群的一个生活水平啊 或者它这个购置能力啊 审美标准啊 甚至到一些就是文化习俗啊 或者这个宗教信仰这一方面的因素 我们都是要考虑的 嗯 然后呢 经济性就特别嗯 显而易见了 对不对 就必须与相关的经济水平相适应 那包括这个材料的经济性啊 这个宝石啊 金属材料的一个消耗呀 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需要一个计算呢 到工艺的经济性 比如设备啊 材料啊 人力的消耗 还有就是一个市场的经济性 一个大方向的一个经济 呃 大概走向 嗯 我们要进行一个了解 所以就是说无论你把你的商业首饰定位在以上这几种这三类 哪一类里面 他都是要满足这一些的 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做一个商业首饰的流程 嗯 也就是说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 这一个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板块 我们先从他的主题定位开始 嗯 那主题定位 就很多学生就会问 他的主题定位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做project选的那个灵感来源呢 或者concept 我想说不是的啊 这个主题定位呢 是跟那个完全不同的 那个是我们明天会要给大家讲的 那个也是要有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对你这个品牌一个你要做一个品牌 或者说你只想简单做一个商业首饰的这么一个一个课题 那你首先要给你这个商业课题有这么一个风格的一个定位 那这个大家说那我怎么去定位啊 那我觉得那定位什么都可以吗 其实不是的 你可以去找三到五个你喜欢这种designer或者artist 或甚至这种case study 就是所谓case study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调查 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嗯 那你平常比较喜欢这个什么类型的一个首饰设计师呢 啊 或者是你平常喜欢一个哪一个呃 去去买哪一个品牌的这个首饰呢 对不对 你可以去一个调查 然后把它们罗列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分类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说啊 那可能是我更多是喜欢这种的 因为我底下有举例说比如说那我们就举举例开始啊 就是说这种更多可能会喜欢这种可爱的风格 我喜欢这种色彩鲜艳一点呢 就比较有铜金一点的这种的 那它相对应的你就可以罗列出来 那我给大家选了几个 以我自身喜好的这个呃 就是也是很符合这一个类型风格的一个 他不能叫设计师了 他只能叫一个艺术家 嗯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Yushito Monero 就是奈良美智这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的这个绘画家 插画家 嗯 这三个人呢属于一个类型 大家看 哎老师那我这个 呃 宫崎俊和这个奈良美智这个 他他们两个不算是首饰设计师啊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调研吗 我想说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你只要去符合你 你心中所想的这么一个风格 你是根据你这个风格去做的一个调研 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找一个 啊我一定要找到一个 做这个风格的首饰设计师 或做这个风格的品牌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啊 你呢就是只要去找 就是能满足你心目中 你想要的风格 他曾经做过的一些这种 呃可能设计到的这一些 呃艺术家也好 插画家也好 甚至是一个电影 甚至导演什么都可以 你去做这么一个思维发散 然后去定一下你大概的这种品牌的风格 嗯 这是关于设计师方面 那关于case study case study我们要怎么找呢 case study我刚才给出了这一个 就是这四个品牌 Less Narratives 还有Tati Divine 还有这个KT Haley 和Marsity Salazar 这四个品牌呢 这四个品牌我等一下会给大家详细 叫他们分别是什么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找这么一个四个品牌呢 我刚才讲了 其实就是一个你去找一个你的case study 那什么是case study呢 就是你同期竞争品牌 我们要去给他做这么一个调查对比分析 那我们到底要调查他什么 那这里就是给大家罗列了 所有你要调查他的因素 嗯 首先是这个Brand Accent 就讲就是说 他的这一个品牌的基调是什么样 嗯 然后到inspiration 他的灵感来源 大多数会来源于哪一个方向 嗯 他的材料 他的颜色 甚至到他的这个pressure 是一个大概的价格范围 比如说他可能是从 呃 五安银榜来算 可能是从比如说一百磅开始 有最便宜的 然后甚至到最贵的 可能我有个几千磅啊 四千磅五千磅 你要去了解他这一个材料的 呃 一个价格的范围 嗯 然后再到他这个品牌的 Target Market Target Market呢 就是这个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呢 又分两点是这个 他的地点定位 所谓地点定位 比如说那他这个品牌 就是专门呃 给呃 中国市场做的 或者说他这个品牌 是专门给这个呃 英国市场做的 或者甚至是欧洲市场 美国市场 他是这么一个 哪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 然后到一个group 就是人群的一个定位 有没有这么专门 给一个年龄界限去定 专门给老人啊 或者专门给女性 给男性 这么一个一个设计 他品牌中 到底是给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人群来做的 嗯 然后再到他的collection 所谓collection 就是他做一些什么 他这个品牌 是指卖耳环 或者说是 他是指卖这个手镯 或者指卖戒指 还是他是 啊 记这些东西 所有都有这么一个喊 全部都包含在内的 这么一个collection 他会做什么 你们要去进行一个调查 然后再到后面两项 其实 sister brand和这个promotion呢 是你要调查的 但是就还好 这个可以放到后续 来进行一个调查 嗯 但前期这一部分都是要的 那所谓sister brand 就相当于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子品牌 因为有些品牌 是会有子品牌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 很高端的这么一个 呃 很昂贵的这么一个奢侈品的品牌 他可能会相应有一个 更年轻的一个系列 那可能更年轻的系列 比如说可能是 嗯 价格比较低廉 或者说是颜色比较鲜艳 都有可能啊 看他要看他具体这个sister sister brand 这个子品牌 要怎么一个定位 那promotion是什么 promotion就是我们的后期宣传 那你他这个品牌 是怎么跟这个市场 去打交道的 他是怎么去这个宣传的 他是怎么去呃 推销啊 我用推销这个 用推销他这个手势的 我们也要去理解 要去了解去理解 嗯 那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 这四个品牌都有什么 首先就是我刚刚跟大家 提到的这个 我会给大家详细看 这个less never die 他这个名字来源 是法语的来源 叫海之女神 就是比较梦幻甜美系列的吧 我叫他 那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是你们要去做的一个 这个刚才跟他们 给你们讲的这一个分析 那这一边呢 就是这一些 你要去进行调查的东西 然后这边呢 就是他的一个题目 然后我们进行 每一个表格的 一部分的一个填充 那首先我们来看 less never die 他的这个品牌的 这一个基调是什么 我们看得出来 比较这种诗意化的 比较浪漫系的 符合这个法国女人的 这种浪漫感觉的 甜美系的这一个风格 然后呢 他的inspiration的 这个灵感来源呢 也看得出 比如童话故事啊 或者是这种 flora这个花系的 这种结构啊 或者这种颜色纹理啊 什么的 再到植物 再到小动物的这一些 它是都有 有一个涵盖的 那它的材料有什么 它的材料是包含这个 不让我们所谓的 这个黄铜 然后它上面的 这一些漆呢 是这个法郎涂料 嗯 然后再到一些 这种莱茵石 或者是这种 cut gloss 嗯 这种石头的 这种切割和打磨 都会有的 涉及到 然后用 还有本身金属链的 这么一个应用 嗯 颜色呢 就基本上很多 呃 这个品牌的颜色 这一方面 都是一个 all colors的 一个运用 但不排除 这个 哦 不好意思 不 嗯 好 所以我们回来 不排除这么一个 呃 呃 这个 会有那种 只用单一颜色的 一个品牌的存在 所以这个 颜色这一方面 我只先给大家 放在这 如果你真的是 想要做这种 单一颜色品牌的话 这一部分 你可能要要给他详细的 去写一下 他为什么只用 比如说只用黑色 或只用白色 去做这么一个 首饰系列 嗯 那这个press range呢 他这个是按英镑来分的话 他的英镑这个 价格范围呢 是从50到100镑左右 这么一个 嗯 不是很贵的 这么一个价位 然后呢 他的target market呢 是这个 呃 20到50岁左右的 这个女性 然后就是比较中档的 这么一个 嗯 这个白领的 这么一个定位 那他的collection 就涵盖的比较全了 算是这个 有戒指啊 这个 胸针啊 耳环啊 项链呢 这些 其实都是这个 呃 有涵盖的 嗯 他这个品牌 算是囊括的 比较全的 嗯 然后他其实这个品牌 也是有子品牌的存在 叫N2 但这里 我就不给大家提了 嗯 他那个子品牌 就是更年轻化一点啊 价格会相对更 更便宜一点 然后可能 呃 材质不会有那么好 嗯 但是这个我也说了 就是子品牌这一方面 你可以就是做进行 呃 后续的这么一个调查 如果你也想做子品牌的话 你再去了解就好了 嗯 那我们先来看 第二个牌子 第二个牌子 是一个 哥伦比亚的一个 当地的一个品牌 叫 Macy Salazar Macy Salazar呢 你们可以看出 他通过他这个 官网的一个截图 这个一个算是一个 呃 成品拍摄的 这一个呃 照片的这种风格 基调感 你就能感觉出来 一个特别民族风 呃 特别这种自然风的 这么一个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截了这个四个耳环的 这么一个图 嗯 然后旁边的这个表格 所以他的一个品牌 基调呢 除了这种的一个 民族风 元素风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 他自己官网上说 他这一个 呃 每一个系列的 这个作品 都是unique的 所谓unique的 就是很唯一的 因为都是用 呃 请专门的这个 秀工 秀娘去秀的 这么一个东西 而不是说 像我们金属 就是染色啊 这种的 嗯 然后他会 呃 很注重于 这个颜色的 一个对比啊 还有光的 这么一个对比 那他的灵感来源呢 就是呃 哥伦比亚这个当 呃 本地的这么一个 呃 呃 花也好啊 或者植物也好 或甚至动物也好的 这么一个呃 元素的一个 进行的一个 嗯 设计 嗯 然后他的material的话 其实用料就要比 钢材的那个要多 他会涉及到 亚克力的存在 或者涉及到这个 珍珠 然后银 啊 或者这个fabric 会因为会有这个磁绣吗 会有布料 这等等等等 这些很大量的一个 不同种多元素材料的 一个应用 然后他的cloud呢 也是就颜色 还很鲜艳丰富的 然后这个 他的这个价位呢 就要比刚才那个高一点 是80到300磅左右 嗯 然后但是他的target market 同样也是一个medium class 所以你们会发现说 那刚才那个也是一个medium class 所以他的price跟他定位 为什么这一个就要高一点 那个就要低一点呢 这个就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材料的这里来定位 我们稍后以后给大家讲 到底要去怎么去算 我们这个price的价格 才最划算 最合理 嗯 然后呢 就是这个correction correction呢 大家可以看出 他的correction就少很多了 其实我在这里写了 也会有这个手链和项链 但是其实你们去官网 如果去他的官网搜一下 你会看得到 嗯 他大多数都是去卖耳环的这么一个 全部都是大量的一个耳环的这么一个系列 嗯 那么这是这个品牌 那第三个品牌呢 是这个 呃 我们叫这个KT黑脸 他呢 我不知道你们见不见到 就这个是他最出名的这么一个项链 他算是一个 其实他算是一个奢侈品品牌了 他的价位非常的高 然后他的灵感来源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呃 来自于这个paper clip 就是这个纸夹 就是我们说那个 就是夹纸的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小动物的一个转换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一系列的小项链 特别的可爱 特别的萌 都符合我 我想要的这么一个市场定位啊 就是甜美系嘛 对吧 然后他的材料呢 就是真金了 真金和真钻石了 就是我说的嘛 价位比较昂贵 他是100磅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小戒指到这个 可能项链的话 如果是钻石的大小 要看可能要到5000磅 这么一个高昂的 这个价格 嗯 那他的target market呢 就是不一样了 有一点变化 就是他是中高档的 甚至可以说 其实他就是一个 高档的奢侈品了 嗯 然后呢 他的这个clection呢 里面也是有 刚才我们上一章 有看到 也有这个戒指啊 耳环啊 这种 但是他没有凶针的存在 你们发现到了吗 这个品牌是不做凶针的 嗯 所以他每个品牌的 collection的包含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个品牌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呃 就是年轻女生应该都知道的 一个牌子吧 一个英国当地的品牌 最近几年还挺火的 一个叫Tatiti One 一个两个英 两个当地的英国设计师 联合开的这么一个品牌 他这个品牌呢 是很受这个Popran的一个 呃 呃 叫什么 叫欢迎吧 就是呃 就是受一个老小孩的欢迎 因为当时英国那边有 有两个乐队 一个叫Peaches 还有一个叫Yayas 他们这两个乐队就非常 主打这个非常推崇 他家的这么一个项链的 这么一个佩戴啊 对 然后就会导致有很多这种 追这种Popran的这种 呃 小孩子啊 就会觉得啊 那我也很喜欢这种 就非常一度受到这个 很流行的这种感觉 嗯 他是以这个 我们看一下 他是以这个材料方面 是以压克力方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塑料 然后来进行制作的 甚至他们官网还讲了 他们还会留一些这种老物件 就是说人家不要的 这么一种在旧物回收的这种 他们也是会进行二次利用的 嗯 然后他的这个价格呢 你看就是比较低了 对不对 就是10到10磅 他都是有的 这个最低的这个价位 可能就只是呃 简单的一个小充针呢 压克力的小充针呢 不接触太多设计的 这个一个方向 然后还有这个到400磅 然后400磅呢 是会有一个那种很大件 他有一个那种龙虾的 一个很大件的那种 呃 就是大项链 特别特别大件 可能会相对来讲贵一点 那他的tugan market呢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20到30岁左右的 这个young girls 就年轻的小姑娘们 嗯 然后他的collection呢 就也是包含了 就这一些整一个 这些全部 然后你们可以看 他的设计一般都是那种 用文字形来直接阐述 或者是一些这种 压克力轮廓的这种动物啊 系列的轮廓来进行 设计 嗯 那我们四个品牌分析 单独分析了以后 那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做这个表格 要把四个品牌的所有的品牌 信息 信息进行整合对比 然后挑出 你想要从这个四个品牌里 得到一些什么 或者你觉得 你喜欢这四个品牌 他们其中分别的 哪一个部分 嗯 那首先比如说 我标红的这些 就是我觉得 对我要做的这个品牌 或对我要做的这个品牌 课题有用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 我喜欢TatiD1 它本身的这一个 很有趣 很滑稽 很诡异风格的这种的 然后或者呢 但是我又想要这种 有这个灵感来源的 也是希望从这个植物啊 也好 或者是动物啊 或者是花卉啊 这种的来源 然后它的material呢 比如说 我也是想要以黄铜一些 不是要用贵金属 然后和亚克力 这么一个结合 来做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的定位呢 也是希望是定位的 偏低一点 是给这个medium class 或甚至说 这个young girls 这么一个品牌 然后那 我品牌collection 我要什么呢 比如说 那我不想做这个戒指 我不想做这个手链 那我只想做胸针 我想做耳环 做项链 都是可以的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 有的人会说 做戒指的话 会涉及到这个size的问题 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就说 我不想去做戒指 但有些那种商业品牌 就会觉得 那我就要做戒指 我把你做戒指这个 这个size 都给你做到极致 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这种相应的size 也可以 对不对 就看你要去怎么去进行一个选择 那这个就是你case study 去找这么一个东西的一个作用性 就是要去整合你的所有的一个信息 嗯 那我们整合完了所有的信息以后 那我又有点迷茫了 那我要怎么去定位我这个人群呢 那我这个人群到底是给哪一个 要怎么定位去 到底要定位给谁呢 那我们即将要看到 这一个 讲市场人群定位 我们的target market的具体调查因素 那我给大家罗列出来 就在这里 你要去定位的是这一些东西 从H group 所谓H group就是它的年龄段 你要去给哪一个年龄段去做 这个品牌是符合哪一个年龄段的 然后甚至到他这个gender 这个性别是给男生做给女生做 他的occupation是什么 他的职业是什么 是给学生还是给白领 或者是给高端人士 然后他的一个收入是多少 他的一个收入大概一个范围 或者是说 他收入这些 但是他能拿出多少百分比 去买一个首饰 他就会投入到首饰这一个 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他这个这一群 这一类人会买你首饰这一类人的 这个性格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群人 然后会有他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呀 甚至到有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 这么一个调查 你都要去考虑的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一个标红呢 他性格特点标红呢 因为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给大家定位到这个年龄段 定位到25到45岁 然后我不说别的 我们不要看底下这一部分 我如果只跟你讲25到45岁 然后你其实依然还会是一个迷茫的一种感觉 那25到45岁的女性都会喜欢我的品牌吗 那会不会有不喜欢我的品牌 那我要怎么去寻找说哪些是真正喜欢我的品牌 这个时候就会有涉及到我刚才标红的那个 关于性格方面 这一部分的描述是你要配备着你这个H group一定要有的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了一段英文 让我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 就是说这个品牌的我的目标客户是给那些 重视每个设计背后的意义的这个女性 然后是希望或者是或者是希望自己已经是这种快乐的 幽默的或比较单纯天真的这一类人 然后他的这种我的这种这个潜在消费者群体呢 是那些希望要拥有这种很丰富多彩的 然后这种高质量的或者很独特的独一无二这种产品 而来付出来够多购买一元的人群 那也就相当于我这个品牌是符合这个年龄阶段 又符合我这些描述目标这个性格特点的一个人群的 而不是单单只是讲 我就是定位在一个这个25到45这个年龄阶段 所以要给大家提一点 就是一定要有对这个你的客户人群的这一个大概的性格 或者是他想要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分析和了解 那或者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有点迷茫 那我们要怎么办去做这个 我们管它叫做这个moot board 关于你client的这个moot board 什么叫关于client的moot board 其实就是幻想你客户人群的一个生活状态 那你要去想会买你首饰的究竟是哪一类人哪一些人 那我做的这一个就是跟刚才我给大家看到 这个四个品牌我对比 我做的case study的对比 他我就我就幻想说我的这一类人呃 我的这一类客户是这一类人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很年轻女孩对不对 然后性格很很开朗很活泼 然后会有自己的宠物啊 然后会有一个这种高大帅气的男朋友啊 这种的 然后我们的外表形象很fashion的 很潮很时尚 然后会像小女孩一样去吃这种这种一些什么smoothie啊 或者这种很甜的那种食物之类的 其实你可以你可以放进去很多很多张的图片去幻想一个 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哪一个类型的人会喜欢你的首饰 其实这我觉得大家是很好去做 也就很好去幻想的 因为你可以从你自己出发 因为很多做品牌的这些孩子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说你本身自己会去买你的这一个品牌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身出发 或者你幻想说 哎哪一类人想要买 我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喜好 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生活的生活方式 相同的一个生活特点 其实你都可以去幻想 然后你们可以进去找大量的图片啊 然后去进行一个小的这种拼贴 它其实它跟拼贴还是有一定区别 就是一个图片的整合 我来讲 然后去幻想一下 你的客户人群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再加上你刚才对Tucky Market 这个从年龄段到这个职业 到一个定位 你就可以很好的定位出 你的首饰到底要卖给哪些人 那我们定完了这个市场定位 客户人群定位以后呢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市场问题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市场大方向 那市场大方向呢 其实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这里标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MicroTrend MicroTrend呢 其实现在呢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调查的一个部分 然后很多品牌也不会再过来调查太多的这个MicroTrend 其实大概是指什么呢 其实就是指一个你所定位的这么一个地点或者人群他所喜欢的这个喜好是什么 他会更多去买一个什么种类的一个首饰 比如说我给大家随便找一张图 他这个是06年的时候的一个几大国家的这么一个购买首饰的一个比率 然后给大家标出一个百分比 那我们本身中国人嘛对不对 对中国市场大众更了解一点 那我们就来看他中国的话 他是占比率其实也不算太高吧 跟日本就是多一点 或者跟这个中东差不多到百分之八点九的一个这样的 算是排名第二了 因为剩下这些Rest of World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这些小国家一个总数 那我们排除最多的这一个美国 可能剩下的就是UK Metal East和China这一个 那我们就要对China进行一个MicroTrend的调查 就是看中国人的喜好 那我们这里列出来中国人喜欢什么 喜欢金啊 喜欢钻石啊 喜欢桂金属啊 那所以他这个 这个是一位是从这个Less Narita 就刚才这个法国品牌 他因为他做法郎对不对 他就会发现说法郎并没有哪有一个市场的这个 呃呃 这个分享到这个呃中国 这法郎虽然说在我们古时代这个法郎 还是也算一个奢侈品的一个存在 对不对 一个一个材料 一个技法 可是现在呢当今我们看当今市场 我们发现法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地位 嗯 而且除此之外呢 中国人可能更会喜欢一些大品牌 比如说他的举例 卡迪亚 确实啊 比如说卡迪亚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什么杉耀啊 或者这种的一个一般这种出名的品牌 嗯 然后或者呢 是更喜欢一种这种local的brand 比如说我们说这一个大家都知道 周大福 对不对 这种嗯 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low的这种品牌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说现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喜好现状 这个是你要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问题呢 嗯 所以其实就是要对这么一个你去定位的一个市场的人群的一个大概的喜好 嗯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那我们在中国这一方面 那他这个销量呢 我们定位在fashion jewelry或者costume jewelry的话 他的一个销量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销量 还是说fine jewelry会一个很好的销量 你们可以看到表格上对比 或者说女性群体会买呃买首饰大概是有多少人 然后男性会有多少人 如果我定位到女性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 因为他毕竟最多 还是说我只定位到男性购买群体 或者说其他的我定位到一个买首的一个群体 还是怎么样 其实这一些一些人类的关于人群的这么一个 就叫做一个micro trend 一个细微的这么一个一个大概的方向 一个形式 那那我们说完人群以后 那我们大市场要怎么样 其实大市场无外乎就是这八个 我们所谓的micro trend叫大市场方向 其实就是这八个 就只要你把这八个弄明白了 其实就是你市场就已经很透彻了 它排除不了 无论说从这个多少多年以前到现在 现在可能更加了 加了更多一些就我们所谓这个电子商 e-commerce系啊 或者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一个变动 它会每一年有这么一个趋势 然后你们每一年也可以去 如果想真想做品牌的这个学生们呢 你们可以去 每一年他就你在谷歌上搜 他会都会有一个当年的这个 为首的这么大概两三个的 这个mega trend是什么 那我为大家总结 但是他就跑不出这八个其中一个 那首先是什么 signability 这是近两年以后 就是每一次都是为首的这么一个市场大方向 就是可持续性 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这个环保 一些对于这个环保材料的一个使用啊 或者说人家他就把主题定为这个环保啊 就定为比如说什么海洋垃圾收集啊 这种啊都可以 就让人更多去剥夺更多的这个关注点 因为这个环保现在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demographics是什么 人口统计资料 它指什么 就地区一个市场定位 一个年龄分布 或者甚至到现在我们可以感受 从前两年开始的这种都市化 这种人口从这个郊区开始往市中心移动啊 或者是这个就比如说按中国来说 北上广深这四大城市 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啊 或者是一线城市这种 更多的这种都市化的一个现象啊 这种就属于demographics 那ecomercy呢 这种就是那就更显而易见 对不对 电子商务什么 网店啊 是吧 线上购物啊 甚至到这种 就比如说我们的淘宝 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微信 是不是有这个微信上的一个小店 或者甚至到我们后期 涉及到宣传这一方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一个宣传 比如说什么电子屏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种都跟ecomercy是有关的 嗯 那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这个globalization和localization 这就属于全球化和这个本地化 这种的话 就是涉及到你的品牌的一个定位 是看你一个品牌是 那我想要做一个很广的 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品牌 还是说那我这个品牌 我就是想做给中国人的 我这个更多的买中 就算就是给中国人的 当然你如果说你的品牌是localization 但是不代表说 你的品牌只会有中国人来买 只能说你的中国人的这个比重 占的比较大 因为你定位在了中国 就更符合中国的这个群众 一个消费的这种理念 嗯 所以它是涉及到一个品牌的一个定位 那全球化呢 那全球化就可能说 我这个手势 比如说很广面意义上的 就是很简洁形式上 很多这种大众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女性 都会涉及到的 会会会进行佩戴的这么一个 也是一个关于市场定位的这么一个 嗯 然后那个呃 关于这个呃 地缘政治地理政治这个呢 就是也是涉及到算是呃 国家分布的这么一个吧 就是比较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的 有一些这个嗯 比如说国内政策啊 或者是哪一方面政策的这么一个 都是含有关于更政治性系统的这么一个 很多品牌其实不会太考虑这个 只要你不太过于宗教化或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都还好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technology 我们的科技方面 这个也算是这几年非常发达的一个了 因为毕竟大家要考虑这个未来感 未来时尚感 对不对 它有什么呢 除了这种呃呃 就是这个未来感的以外呢 还有这种 比如说我们的软件技术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Ryno来做这个 其实它也算是一个technology啊 对不对 用你用软件去制作 然后进行这种3D打印啊 或者怎么样的 也会涉及到一个 你这个材料的一个多样化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新兴材料啊 是我们没见过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最近你们申请的话 都知道有一个新兴的科目 叫这个material future 一个未来材料的一个研究 那它更多的就是 也会涉及到这种技术性问题的一个 嗯 一个市场大方向 那education和这个ecomercy的话 就是也是根据跟这个地理政治 政治差不多了啊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偏政治学的这么一个 因为你们说教育的话 其实也是关于人类的嘛 然后经济的话 也是关于这个市场大方向 宏观的这种 比如说学经济学的同学 可能都知道 就是这种是我们不太可控的一个 我们只是要每年进行 对它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今年的一个经济状况 然后来做一下这个 每一季的这个市场发布的时间啊 或者这一部分就关于经济的 嗯 那我们做完这一些以后呢 就是可以考虑 其实这八个里面 我还有点想说 我刚才忘记了 就是说 不是说一个品牌 你一定要把这八个都考虑全了 我这个品牌才能活着 你要考虑的 可能只是去考虑其中的两三点 其实就够了 你们但是 你们需要进行对品牌 就这八个 麦克串进行一个挑选 你首先定位一个品牌 就我之前说的那些一系列 什么可以撒比巴巴巴 定位定位完以后 然后你去考虑 那去挑挑两三点 觉得 哎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电子商务对我有用啊 那我选择它 然后我觉得这个 我更会涉及到很多环保 现在我要用环保材料 或怎么样 我主题涉及到它 那你去选环保 那你选完了以后 对他们两个要进行一个很深入的研究 只要对他们两个进行深入就可以了 其他的那些只是像我刚才说的 大概了解就足够了 这个市场大方向是可以的 就是每年就是观 每年这个年初的时候 年初年末的时候 关注一下这个网上这么一个 关于配饰啊 或者Jury啊 或者甚至时尚方面的这么一个市场调查就够了 只要 只要密切关注你想选的这几个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说一下 我们这个 说完市场大方向一下 考虑一下经济完了以后 那我们这个材料要怎么定位 要怎么去选择呀 这个材料定位和选择呢 我有一点是因为每一个人选的主题不同 我也不能给大家说什么 这个你一定要选这个材料怎么样 但是有个呃这个建议就是说 有些同学说我选材以后 那我不知道我要去怎么进行一个对比或怎么样的 我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收集 那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两个呃 我们现在在painter上都可以看得见 它叫什么呢 它叫一个也是叫跟刚才的木包很像 但是呢 它就相当于是把材料进行一个划分收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其实你如果简单来看的话 它这四点都有涵盖对不对 比如说颜色的一个 还有一个材料的一个 还有到一个character这个激励纹理的一个 甚至到它这个图案呃 上面这一个partum的这个都是有的 你们可以如果一旦说定不好的话 或很多材料放在一起 不知道选哪一个的话 你们可以把它进行这么一个组合排列 然后多次组合排列 排列一个拍一张照 排列一个拍一张照 然后你们就会把所有的照片洗出来 然后你们再进行挑选 这样你们就会很快的去选出 到底哪些材料是相对应你这个品牌 应该选择的 那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材料 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预期没有这么拿到一个小样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那就有下面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 我们先看右边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没有一个想要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上网 找大量的图 或者上杂志上找大量的图 去考虑说假如说你幻想说 我想要用压克力 那我想用压克力的话 压克力都会用在哪里 比如说我鞋跟 或者是我一些手包上都是压克力 那我们进行把它一个图片的收集加裁剪 然后把最终这些你想要 你想要或者你可能会用到的所有的一个材料 进行一个剪辑加总和 都放到这里面 然后来看 说那可能这一个 我不想把它金属加在这里 觉得它特别的突兀 那我可能把它扔掉 那我可能更想多加一些珠子进来 那我可能把它要放大化或怎么样的 然后再进行一些重组和这个对比 嗯 然后同样的你可以一样做这些关于你 你首饰品牌定位一个颜色的一个知识 也是我当时这两张都是给刚才你们所看到 我列举那四个品牌 我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对比 那它 那我希望 我既然刚才说了 我要定位到一个年轻女性化的 那我的颜色要怎么找 那当然去从我们年轻女性的女孩的这个衣着打扮 还有这个甚至这个化妆 对不对 口红啊这种的 或者我们平常拍照 也喜欢这种地点啊 背景风格来提取颜色 这是最直接的一个颜色提取 比如染发 然后再到这么一个女婉宰裤啊 或者这种这种小衫啊 到这种 我们会用这种布林冰闪亮亮的 这种很可爱的这种小星星 去进行一个化妆搭配啊 然后再到这个我们很漂亮的这个口红颜色 然后衣服到这个衣服这种的 神色系我们会挑一个怎样的一个对比 都会有一个颜色的存在 所以这个是叫大家去做一个目标 当你会很迷茫对于材料 对于这个颜色 对于这个肌理 对于这个图形 很迷茫的情况下 你们就去可以找大量的图片 然后去再考虑你这个品牌定位同时 然后去搜集进行一个图片的整合和搜集 然后去更加明确的你这个材料 或者是这些我刚才说的 这些颜色或这种东西的一个定位 你们就可以了解到了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很耗时的 建议你们到时候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可能要专门抽出一到两天来 就专门去做一个每一个这个分类都去做一个目标 其实他会给无论是给你自己或者是你跟老师 或者面试的时候都会跟考官这么一个很直面 很视觉性的冲击力 让人家一看就了解到 你的客户人群是这样子的 你的颜色是从这里这里来的 你的材料可能会用到哪一些哪一些 对就是很直观的一个视觉效果 然后我们就是用完这些材料之类的 就要给大家考虑一下 因为说那我们刚才谈到我们这个定价 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定一个价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教给大家去做 怎么去做一个performer 所谓performer呢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说白了就是 估价表 特别突然觉得特别土了 我们还是叫它performer了对吧 就叫performer 那这个表呢 是给你自己看的一个这么一个表格 是每一个这个做商业品牌的人士 都要必备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比较简单了对不对 这一张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耳环 那我这个耳环系列叫什么 就是这个系列第几件一个名称 然后呢你要放它的图片 然后就以防这个弄混是吧 你要把它这个正反两面 或者左右两面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几面的图片 三十图也好 把图片小图放在这里 然后这些 这一个耳环或怎么样的 你用了哪一些材料 你要把它罗列在这里 还有一些哪些技法 你是要进行一些罗列 这些就是对你这么一个耳环 就你这么一个东西 一个基本的一个概述 这是最开始 那做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考虑 首先要考虑外包 这个所谓的外包呢 我们都了解 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激光切割 或者我们做这个3D打印 或者我们做这个辣雕啊 或者做这个筑膜啊 Casting啊 都是可能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这个工作室 或者说我们达不到这个技术 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外卫公司 来做的这么一个 那这一部分就专门给这一步 给这个外包这个工程的 那你要把人家的这个公司名声记下来 也是对你这个以后想要对 就再一次去做这个 比如说什么东西也好吧 这个辣雕啊 这个你可以在方面去找到 这一个公司你曾经用的 然后它的地址啊一些 然后它曾经提供 它你是在这里做了什么 你做了辣雕 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它都是耗时多久 然后是哪一天完成的 这么一个记录 然后呢就是开始步入正轨 就是关于这个价格的 这个计算 那价格计算 首先你是要考虑到 这个材料的这个消耗 对不对 那材料的消耗 我们是分两部分 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总和 就是就相当于我们 分布结束了以后 加起来是这么一个 多少多少钱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计算部分 就是说我用的黄铜 它有几颗 然后每一颗是多少多少磅 然后或者是我用了 这个多少多少的钻石 然后它这个钻石 分别从大到小 它每一个都是 多少多少钱 这一部分 然后你把它们 进行一个加的总和 就是这里的 total的一个总和 然后我标红的这一块呢 是你作为学生来讲 可能不需要考虑的 但是你 就是这个步入社会以后 你当你自己要做一个 做一个品牌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考虑了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关于房租 这个房租啊 或者是这一些什么 你要给人家开工资的 这一部分 或者是你要给一个什么 水电费啊 这一部分的一个消耗 是多少 每一个月的 然后可能是一年的 或者是每一天多少 是一个月的总和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接下来 这个第三部分 一个其他的呢 其他的会有什么 就比如说我去 这个会有涉及到这个 叫Hullmarking Hullmarking在英国 这个就是 是有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国内可能 就是你说你是银做的 他就是银做的了 是吧 但是在英国是不允许的 他是如果你没有 这么一个Hullmarking的话 他是你是不能说 你是用银来做的 你只能说你是用一个 白色金 白色贵金属来做的啊 所以可能比如说 什么制作那个 这个注册商标啊 或者这种的 就还会需要耗费一部分的钱 但这一部分的钱 就是你可以把它平摊来看 因为不是说 你要把它加在同一件作品 可能是你做这一个系列作品 你是花了这一笔钱 那你可以把你做了几件产品 然后就除一下 然后那你每一件的这一个钱 花多少 你可以进行一个计算 就大概一个计算 嗯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工的 这一个cost 那人工cost呢 我是给出了大家一个 这个range 是10磅到20磅 每个小时 就是在英国来看的是 本科或者是到 这个研究生阶段 这么一个大概的价位吧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我也有跟我Twitter聊过 然后他们说 我们Twitter也讲说 大概的我们研究生毕业了以后 可能就是15磅一个小时 或者是好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20磅一个小时 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就要考虑说 分两部分 首先你要考虑说 那我design 我设计 我做这个调研 或者说我做这个prototype 就是这个半成品 我用了多少小时 那我乘以我这个 每个小时多少钱 然后得出一个 然后再到 那我制作方面 我花了多少小时 当然这一部分 你可是要刨除 你外包的那一部分的价钱 你只能说 你自己动手做的 你花了多少小时 然后有一个价钱的总和 然后叠加 就是相当于是 你的cost price 你的这个人工费 那除此以外呢 就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人工费 这个结束了以后 我们还要再往上加什么呢 就是要加我们这个利润呢 要加 我们要挣钱的呀 对不对 那不然我们开商业平台干什么呢 所以它的利润最基本的呢 是基本上是这个 10%到15%的一个 纯利的一个这么一个利润 然后呢 你进行计算以后 会有可能会有这么一个 小数点后几位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加一点 就把它凑个整也好 或者是把它抹掉也好 这要看你个人怎么考虑啊 嗯 然后呢 这个其实这一步 就是已经相当于是 呃 这一个啊 你们可以看 就是一个正常 大量的一个批发 就是你制作出来 一共花费多少 加上我这个纯利润 我想卖的这么一个价钱了啊 但是呢 经过这一步骤以后 你可以再次对它进行一个增加 或者 或者降低这么一个调整 因为你要这一步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你的这个定位 人群的这一个方面了 你要考虑说 哎 那我定到这个价位的话 那我这个人群是否支付得起 或者是太昂贵了 或者是太低了 我要不要进行一个增减 哦 这一部分 然后呢 这一个就最后的这个定位 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批发价了啊 就这个正常的这个 他们是买首价 或怎么样的一个价位啊 那零售价呢 正常还要在上 进上面乘以2 这么一个 但是很多 很多这个 哦 比如说我们同期的学生 其实不会进行一个乘以2 他们就觉得 一旦说觉得这个价位很 很合适的话 他们就会保持这个价位进行收卖 可能零售价的话 也会有这个 但正常来讲 是要再乘2 或甚至是2.75的 这么一个 才是单独的零售价 嗯 那所以上这些全部 这些总和加起来 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 performer 然后也是你们到时候 要进行以后 真的要市场售卖的时候 要一个定价的一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 其实在 在上马丁的时候 我们本科就是要做的 嗯 这个都不用涉及到研究生 本科你就要涉及到 这个performer 制作上面了 它你是每做一件 你最后 可能 毕业展的时候 做成品制作的时候 每一件 你都要具有一个相应的 这一个表格 然后打印出来 装丁成色 然后都要放在你的 这个展览的物品的旁边 然后如果一旦 人家有医院去购买的时候 人家可以及时的看 当然你不会给 把这些都放进去啊 你只是放进一个表格照片 然后它的价位是多少 然后在下一张照片 它的价位是多少 但这一个是你要保留的 这么一个原底啊 嗯 那我们说完这些以后 那我们看到下一部分 我们到了这个question定位 那question定位 我刚才也跟大家提过了 其实question定位 就是到底我们这个品牌 要做一些什么 那我们这给大家 裸列出了这个 所有可能 作为珠宝意义上来讲 会涉及到的 品牌涉及到的 一个内容含量啊 比如说这个耳环 到这个clip on air 所谓clip on air 就是耳夹 就是这个是我当前 当时给我自己定位的 因为我自身没有耳动 然后我的定位就是 想要给无耳动人群 一定要做的一个耳环的 一个品牌 嗯 那耳夹 还有这一个项链 然后还有戒指 胸针 再到这种 胸针和pin 还有点区别 胸针可能会更大一点 pin呢 会多指一种那种小件 那种小mini版的 小胸针吧 我们就叫它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 breast it 这种手链啊 或手镯呀 或手环啊 这种都包含在breast it 里面 或扳狗 嗯 然后还有就是 有些人可能会做headpiece 所以就那种 比如说我们的发簪 发拆 或者是这一种 小帽子啊 或者什么都可以 这种一些头部的一个配饰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accessory的一个这种 比如说 我们知道这个 嗯 做包包带上的一些小配饰 或者是一些小挂件 它都可以算作为这里面 然后到最后一个 我括了括号 就是你依然也可以去做一个object 做一个物件 它没有一个佩戴性 但是也是你品牌可以去制作的 比如说你可以 那我品牌 假如说我定到这个做戒指 那可能我做戒指以后 然后我还要 我想要做这么一个object 去宣传我这一系列戒指的一个 大的一个概念 那你就可以去做出来一个 这么一个object 它可能是非卖品或怎么样的 或者是它每一个系列 都会含有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也是可以做的 嗯 那可能有一些特殊性的 我也写的是单独的 那我比如说 我这个品牌 我只想做戒指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有什么不可以呢 对不对 我只想做一样东西 也是可以的 或者我想做一系列 我想把它们都做 也是可以的 没有人拦着你 只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能力 以及这个 这个时间问题了 嗯 然后还有一些 会有一些品牌 有一些特殊含义 那所谓特殊含义 有可能是它技法特别特殊 或者是它这个意义上特别特殊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这个牌子 它是专门是做刺绣的 然后它是专门做一种 这种小胸针 小配件之类的 然后它是除了刺绣以外的 这个 呃 呃 诸绣 对 它是诸绣 除了诸绣以外 这个技法以外 它是不涉及到任何其他技法的 那它就相当于 它本身品牌 有对一个技法的一个特殊性要求 嗯 然后还有哪一个呢 关于技法 比如说这个牌子 我们都知道 它这个镶嵌技法 特别的牛逼是吧 这个特别的厉害 然后 它这种就是floating 这种悬浮型的镶嵌 那它这个品牌 它这个系列 可能我们都知道 它卖的是什么 不就是卖的一个技法吗 对不对 也是很漂亮 其他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这个 它是有它自己的特殊申请专利的一个 所以呢 品牌要有一个 给人有一个卖点 你要考虑一个卖点 就是到底我这个系列 或者我这一个整个品牌 最著名的是哪一点 最著名的是哪一个方向 我collection里面会包含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在内 是你们以后要做品牌的时候 要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们以上这些乱七八糟 把这些什么 case study对比分析啊 或者这种什么question定位啊 算价啊 全部都算完了以后 我们该去考虑哪一些呢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 作为我们这个商业人士 这个最讨厌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swert 那什么是swert呢 就是一个 我叫它一个自我分析的 这么一个自我 就有点像你们做project的时候 要考虑一个evaluation 其实它跟swert 是一个很像的一个东西 对 只不过就把它一个 就是这种相当于是表格化 那swert 什么叫swert 它每一个字母 其实代表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单词 那s呢 就是strange 那就是据我们这个强项是什么 然后w呢 就是这个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weakness是什么 然后w呢 就是指我们这个品牌的opportunity 是什么 就是这个有没有哪一些 更利于我们发展的机遇 以及机会 以及到最后一准 它我们受到的品牌 有可能潜在的威胁threat是什么 嗯 一个进行分析 那我给之前就是 这个我今天给你们一例的 这个品牌进行一个分析 比如说那我的强项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我把它定位到的 一个fashion jewelry 一个这个年轻化的一个女性会喜欢的这么一个东西 会引领去引领这么一个流行的趋势 或者甚至到这个颜色会鲜艳的对比 去很方便的去吸引这个女性的注意力 然后甚至说我会想要用这个很特殊的这种法郎技法 然后它的一些不可复制性也是我的这个强项 然后可能还是我不会去大量的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啊 怎么样 它是纯手工的制作 也是一个强项 然后就是还是环保材料啊 还有这一个我的这个可能我会定一个很大的一个press range 然后会提供给客户的特别多的选择 嗯 然后或者是我本身是一个UK-based的 但是是一个Chinese的Jury designer 一个混合的设计文化背景也是我的这么一个品牌的一个强项 算是自身的一个强项也是 嗯 然后那可能有一些缺点 有些弱点是什么呢 我只属于一个完全一个年轻的品牌 一个新兴品牌 是很缺乏经验的 对市场的了解度呢 是不够的 嗯 而且资金呢 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然后还也是这种市场呢 可能更针对于欧洲或英国那边 可能中国人对法郎 我刚才也讲了 不会特别多的这一个去购买 嗯 然后那我可能会 我会有什么这个机遇呢 就是说 首先我定位在这个年轻女性呢 她是一个最大的这个购买Jury的一个消费人群 所以有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客户 潜在客户 然后FashionJury呢 也是在欧洲的市场的群体是很庞大的啊 然后而且呢 我如果是在这个 因为本身是这个ChineseJury Designer 如果我把这个生产商定位在中国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会降低很多这个成本 就是说这一些都是我可能品牌上的一个 呃一个很大方向 很可能是让我赚起利润方面 一个一个机会 一个机遇 嗯 那我会受到哪些威胁呢 受到威胁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 FashionJury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竞争区域 因为现在FashionJury的品牌已经泛滥了 对不对 那我要去怎么样从这种呃 所有的一个FashionJury品牌 去去跳脱去赢得人家对我的一个格外的关注 就是我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嗯 而且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定位在呃 就是几百磅的话 可能价格相对会较高 可能欧洲人觉得价格会高 因为毕竟有些FashionJury都是那种就是很便宜 可能十几磅啊这样左右的 那我要去怎么样一个应对 然后针对人群也是真只是针对了一个 这个年轻女性的一个 那可能说不是不是有很多年轻女性都支付得起的 或者是真的都都会过来买 就是这些就是可能会我潜在潜在性的一些危险性 我品牌的一个会遇到的一些很大的问题 嗯 然后我也给你们举了例是这个 Let's Never Death 他曾经做过的这个品牌曾经做过的一个 呃死我调研分析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会说觉得自己强项就是因为他这个品牌已经在法国成立了三十多年了啊 是吧 然后他的这个主的设计工作室呢是在这个巴黎 然后这个一个很大 因为巴黎毕竟是首都嘛对不对 然后他有就每一季会有不同15条不同的Lines 不同的这个发行系列线 嗯 然后很多啊也是这种呃他觉得他自己的这种呃嗯缺点就也是会很少经验 因为这一个当时所有他是给这个他想在美国去开一个新的店 然后去做的这么一个所有然后他就会觉得嗯美国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的一个这种对于他这个品牌的一个品牌意识嗯 然后美国人的这个呃能不能是能不能接受这种法国这种甜美可爱的新的浪漫风呢也是一个问题嗯 然后以及到他这个有可能会得到呃就是赚取大量这一个呃金钱的这么一个机遇的话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我刚才跟大家提过他有个子品牌叫N2 就是更年轻化价格可能更低一点然后更夸张化可能会赢得美国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喜爱人群的喜爱嗯 对所以他这个sword呢就相当于是你们给自己品牌的一个分析 就是当你做完了所有以上我跟你们讲的那些什么case study啊也好材料啊价格也好 然后你觉得你对你的品牌总整合的进行一个分析 要很这个实事求是的啊去写出他有可能会面临到的威胁的地方 因为毕竟你写的出来就证明他以后真的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 也是给你对以后真的去做品牌的同学说要在上市或在制作这一批发行发售之前呢 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打一个预防针或者是要考虑到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这么一个 所以sword的用意就在这里了嗯 那我们把sword做完以后呢其实就可以进行制作一些这一个prototype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个半层品半层品或者是你可以先试验一下它的颜色啊或者什么样 这是我当时画的几个草图然后并没有当时最后并没有发现这一些 但是就是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能需要对颜色进行一个大量的调整啊这种的 还有以及到一个结构的一个发行到一个怎么样才能算出一个correction 嗯然后你们可以先用这种比如说很厚啊这种不会去佩戴这种亚克力啊或者金属啊 就是那种很便宜的用金属啊去进行实验 你们可以看这里可能我当时还是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就是sword ring这个焊药在上面我都没有 但是我只是想要去看一个形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嗯 prototype其实目的就是在这里看它是否有可能你是要去找比如这个我当时是为了试 它是否这个形状可以正常的佩戴 那这一个呢就正常让它我就想要知道它这个几何形体结构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或者说它的颜色搭配我要到底要怎么来选我以后拍照 我到底要怎么去拍这么一个 所以prototype的嗯目的就是很明确 就是说你要去大量的实验去这个去看一下 这个它跟你的test model也是嗯有一点这个很微妙的相似之处吧 然后当然但是除了这个实验以外呢 而且我们还涉及到你们可能需要要去拿这一些prototype 要去拍一个东西这个叫什么一个模拟一个宣传片的拍摄 因为就是宣传片的拍摄你们可能都会说老师我们不能找团队吗 我们以后设计品牌有品牌的话肯定不可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呢 但是是我承认这个是一个团队来制作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们作为一个主设计师作为一个品牌的这么一个背后的总监 你们要去了解拍摄模拟宣传片的就模拟这个宣传片 你们到底都要拍一些什么 你可以从一开始拿一个小课题的时候就去尝试去拍 我们可能不需要做一个长时间 比如说广告片可能就是两三分钟最多了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会很久 甚至有一些广告片可能就是几十秒 可能五六十秒可能四十多秒可能就结束了 其实就够了 那你们要去了解一个这种拍摄的过程 我们到底要去拍什么东西 以至于你们到后来真的去请团队去制作的时候 也可以了解说他们拍完了以后 你可以感受到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拍的不够好 我觉得可能还要加什么东西进去 或什么东西过多了 我要怎么删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的拍摄有什么形式 还有其实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纯所谓的这种广告宣传片 那广告宣传片呢就是是干嘛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其实你不一定会把你的这个prototype或者成品展现出来 只是给大家一种这种氛围 一个佩戴的一种氛围 或者气氛啊 或者这种场所啊 或者一种佩戴感受给大家展现出来 比如说就是举一个例吧 就是就是那个 你们应该都看过那个梦龙冰淇淋的那个广告 就是它当时出来不是有一个豹子吗 对吧 一个女士和一个豹子在那边出来 然后一个豹子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 哎这到底是什么 最后梦龙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 就是就是夹心的吧 好像是 然后出来以后 就是让人给一种就是 哦是这种多元化这种风格的感觉 是一种氛围和一种气氛的这种感受 那除此之下我们还可以拍摄什么 还可以拍摄这么一个展现你的这个设计和制作的过程 为了是让大家了解一个背后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可以拍什么 可以拍你作为一个设计师 你平常一些设计的一些片段啦 然后或者你制作的一些片段啦 再到这个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多次实验啊 对比啊 这种颜色的调和啊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拍的 然后进行一个剪辑 或者甚至是以那种办采访的方式 你可以坐在那里 然后就用办采访的不去看镜头 然后来阐述一个 嗯 那我的品牌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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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啊 然后让大家去 首先是去了解你牌子到底是一个有什么背后的意义 或者是我到底是怎么去做的这一系列 我的品牌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这些都是会放到这个官网上去的 也是明天我会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就是宣传上的方式的一个东西 嗯 那无论是这个第一部分这个广告片 还是这个制作的都要要包含就是都跑不出这七点啊 首先你一定要我就算广告片 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拍的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品牌到底是一个什么品牌 比如说我这个品牌是一个fashion jewelry的一个品牌 我这个品牌是一个啊 luxury是一个那种高档奢侈品高端定制的品牌 你要在最开始或中间 你一定是要在你基本是在最开始或偏前半段的部分 就给人家打出去就说哦 我拍的是什么嗯 然后就是一个focus在你的市场定位上 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一个你的这个品牌的故事背景 你要给大家强述好了嗯 然后还有一个你品牌的强项有可能是什么 这都可能是会涉及到的 或者是一个佩戴的计划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 那我的品牌 我就是专门做给没有耳洞的女生的 那肯定就是我要展现出这个专门去拍一段 就是跟人家讲说 哎我这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专门的耳夹呀 或者怎么样一个新兴的一种 给无耳洞的女生带的一个耳夹的一个佩戴方式 或者怎么样 然后涉及到我刚才说宣传片的这个场合和这个氛围 你要去怎么表现 可能要去就是那种表现的更自然化一点呢 然后或者是要更这个商业化一点啊 都市化一点啊 都是有可能的 要根据你这个到时候你的品牌的一个选择 然后去定位它的到时候你拍摄的 我不好意思定位它这个场合和一个氛围 那以上就是所有的这么一个商业品牌 不能叫商业品牌 商业模式吧 就是你要经过的这一系列的一个步骤和过程 然后在明天呢 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些关于这个后续的一个宣传 我到底要去怎么制作 然后一个案例分析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 那我们讲完商业模式了 那我们的设计模式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我要去设计模式跟这个 我们平常做这个概念 纯概念手势有没有什么一个很大的出入 到底要去怎么平衡这个商业化和这个设计理念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部分啦 打以时间啦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嗯 好我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讨论群 打开了 嗯好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答 嗯 等你们几分钟打字 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下课了 我今天脱堂了是吧 市场大方向数据你是从哪搜索到的 嗯 我明天给你们一个总和好了 让你们能找到一个网 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谷歌上搜索到 会有两三个那么一个相关的网站 专门是讲这种市场的 然后你们可以进行一个看 我并没有 我今天没有没有把那个总结出来 其实你们从谷歌上最开始的两三个都都有 我记得 嗯 很多还有一些是从一些文章类的 杂志上面也会写 你们可以也可以问一些那种 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话 如果你们有同学学这方面的话 他们也会有一个更加专业的一个网站 我明天给你们给你们那个什么吧 给你们写在那个PPT里面吧 然后你们到时候可以记下来 具体的一个网站 我记得有一个是一个叫什么 daily的一个网站 他点上还是挺全的 或者你可以直接在谷歌上就搜索那个 migatrend或者是microtrend 然后你打2018或者是2019 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文章数据分析 都看得到 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的 那我要下课咯 就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文章数据分析 我记得有一个文章数据分析 我记得有一个文章数据分析